1988年蒋经国病逝 脏肤之痛对于蒋方良来说 无疑是一个打击 但就在蒋经国病逝的第二年 1989年 长子蒋孝文的病逝 1991年次子蒋孝武因急性心脏衰竭 突然病逝 然而悲剧并未结束 1996年蒋方良又送走了最后一个儿子 蒋孝勇 2004年12月 27日 在悲痛与孤寂中的蒋方良 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 作为蒋家大儿媳的蒋方良 晚年他始终是在孤寂中度过 极少出现在宫中面前 这本就带有一丝神秘的色彩 更不用说 他那特殊的俄国身份 那么蒋方良是如何成为蒋家大儿媳的 这个神秘的俄国女人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要弄清楚这些 所以我们就得从蒋方良正式踏入蒋家大门的第一天 开始讲起 左边那位穿着旗袍 戴着霞关的 就是蒋方良 蒋方良的身高大概有一米七左右 身材匀称臣五官精致 而右边的蒋经国呢 他穿着西装 牵着 比自己还要高出小半头的新娘 笑得格外的灿烂 这也难怪 新婚典礼 这是人生头等大事 要说此时 每人在握的蒋经国的心理 也就是一个字 美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蒋方良 他的表情不温不火 甚至可以说 还有些呆滞 这就奇怪了 婚礼这么喜庆的事 他都笑不出来 难道说 这蒋方良的性格天生 就是如此的沉默吗 关于这一点 我们来听一听蒋方良当年 在苏联的好友 马莎 是怎么说的 这段采访中所说的芬娜 就是后来的蒋方良 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没有被蒋介石 赐名为蒋方良之前的芬娜 1916年 芬娜出生于前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城市 叶卡杰林堡 芬娜自幼父母双亡 她只有一个亲人 那就是她的姐姐安娜 而就是这个一直与她相依为命的姐姐 后来也嫁人离开了她 为了生计 当时只有16岁的芬娜 当时只有16岁的芬娜 独自去了叶卡杰林堡郊区的 乌拉尔重型机械厂 成为了一名普通女工 根据芬娜的好友 马莎回忆 童年时困苦的经历 并没有改变芬娜 活泼开朗的性格 而且 芬娜漂亮的容貌 和独特的气质 甚至让她一度成为了 寒冷的西伯利亚 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 宅男女神 那么原本活泼开朗的芬娜 怎么会变成了 被世人认为是 蒋家最沉默的女人 很显然 蒋经国 蒋家的大公子 可以说 改变了芬娜后半生的命运 1926年 只有15岁的蒋经国 被蒋介石送往莫斯科的 中山大学留学 出到苏联的蒋经国 和同龄人一样 怀揣抱负 刻苦学习 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 而且成为了预备共产党员 可是 就在蒋经国 刚到苏联的第二年 1927年 蒋介石发动412政变 公然背叛革命 大肆抓捕共产党人 受到自己老地牵连的蒋经国 从莫斯科被发配到寒冷的西伯利亚 乌拉重机械厂工作 西伯利亚的寒冷 众所周知 这里冬天最冷的时候 能够达到平均零下50多度 而乌拉重机械厂 顾名思义 从事了很多重体力劳动的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蒋经国可以说是被软禁到这里来工作的 一个就是七年 连个和他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其中的孤独与苦闷可想而止 直到有一天 一个美丽的白俄罗斯姑娘的出现 改变了这一切 1933年 此时的芬娜刚刚17岁 他是众人追求的场话 而蒋经国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蒋经国 与工友们的合影 不仔细看都找不到的 每个穿着深色背心的便是蒋经国 此时他23岁 比芬娜大了6岁 虽然他的父亲蒋介石 此时在中国的势力是越来越大 但蒋经国却丝毫没有占到 老爸什么光 恰恰相反 多年在西伯利亚的软禁生活 让他在这群高汉如临的俄国工友里面 甚至显得有一些屌丝 那么这场话芬娜 怎么就会看上蒋经国呢 关于这一点流传着不同的版本 有一种版本说 当年的蒋经国虽然是被软禁在苏联 但也却不是什么屌丝 而且后来他还当上了乌拉重机械厂的副厂长 所以芬娜是看上了这一点 才跟了蒋经国 而在蒋经国的自传 《我在苏联的日子》当中 关于他和芬娜相识 则被他认为是一段英雄救美的罗曼蒂克故事 十七岁的芬娜由于加班 一个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这天晚上格外的寂静 天上甚至连星星的微光都没有 一阵寒风吹过 芬娜不由他打了个寒颤 他加快了脚 突然一个喝醉的大汉挡住了芬娜的躯着 他看着眼前 这个穿着裙子 皮肤白皙细腻的小美女 醉汉色心大气 他一步步地逼近芬娜 就在芬娜惊慌失措 奋力挣脱的时候 这一幕恰巧被下楼散心的蒋经国给看到 只见蒋经国大喊一声 意思是放开那个女孩 醉汉先是一愣 他回头一瞅 从哪冒出这么所以人多管闲事 他一拳就抡向了蒋经国 蒋经国别看个子小 却很灵活 他一侧身躲了过去 醉汉不依不饶 他上前抱起蒋经国 两个人牛打在一处 站在一旁的芬娜 这才从惊慌中缓过身来 他大声呼喊救命 不久之后 闻讯赶到的人群赶走了罪汉 而此时 蒋经国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 芬娜 扶起蒋经国 温柔地掏出手帕 为蒋经国擦掉嘴角的鲜血 看着眼前这个 能够为自己挺身而出的 瘦弱的中国人 芬娜的眼神里 充满了感动 不管是屌丝逆袭 追上了白富美 还是英雄救美 总之 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 而且联系渐渐的多了 芬娜经常会找 你自己大六岁的蒋经国 聊天 谈心 平时芬娜也会帮蒋经国 缝补衣服 打扫一下卫生 在慢慢熟识的过程中 这两个人 还有了共同的爱好 那就是 游泳 一个是自有父母双亡 无依无靠 另一个呢 是身在异国他乡 孤独 异域 两个人似乎顺理成章地 相互萌生了爱意 经过短暂的热恋之后 他们决定 结婚 这一要结婚 麻烦可就来了 什么麻烦呢 芬娜想得比较简单 我爱她 嫁给她没有问题 现在 离课 马上 可是蒋经国就不一样了 她告诉芬娜 这个结婚呢 是大事 她必须得请示自己的父亲 蒋介石 如果父亲不同意 这婚 暂时还真就没法结了 芬娜对此实在是无法理解 但是听到蒋经国 和她抢完自己的家世背景之后 芬娜才明白 自己要嫁的这位 绅士不一般 就是在苏联 这样的官二代结婚 家里也不可能不问清楚 所以 这婚事 只能先暂时放一放 等蒋经国请示过父亲之后 再结婚 很快 蒋介石的回信就来了 那么在信里 蒋介石都写了什么呢 一起来看一下 中苏联姻为外交史上之美事 如物载多顾虑 于为辱得家父和 内容很好理解 儿子 你娶一个苏联媳妇是好事 不用有顾虑 我同意了 但是蒋介石的真正想法 真的就像这信中所说的 那么痛快吗 还真不是 根据蒋介石 他自己的日记中所记载的 其实保守的蒋介石 起初是反对自己的儿子 娶一个养儿媳妇的 但是他转念一想 儿子远在苏联 这生米可能早就已经煮成熟饭了 自己想管也管不住 何况如果自己公开反对的话 说不定还会给儿子带来生命危险 干脆将计就计 由他算 1935年春天 蒋经国与芬娜 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俱乐部 伴随着激昂的国际哥举行了婚礼 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建立起温暖的家庭 一年后两人爱情的结晶 中俄混血儿艾伦也就是蒋孝文出生了 这段幸福的三口之家的生活 对于此时20岁的芬娜来说 或许是他最开心幸福的一段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 麻烦又来了 什么麻烦呢 1936年 由于蒋介石继续在中国大肆抓捕共产人士 蒋经国受到牵连 被取消了在工厂内的职务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生活的重担一下子 全都压在了芬娜身上 关于这段艰苦的生活 蒋经国在他自己的日记当中 有所描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他的日记中 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的情绪极度低落 朋友渐渐地疏远了我 我每天复闲在家 只好看书 我觉得很不自在 每天要到凌晨两三点 中方能入魅 这六个月的艰苦日子 一家三口 只靠妻子的收入维持 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 我就尽量松弛一下 正如蒋经国所写 乐观的芬娜 并没有被生活的负担所压垮 在努力工作 维持家庭开销的同时 芬娜还得尽可能地想办法 缓解战火郁闷的心情 那么芬娜有什么办法呢 其实她所能做的 只有去车间收发室 找几张报纸 拿回去给蒋经国姐妹 但就是这样的小事 也并不是很轻易就可以做到的 因为工厂里有规定 报纸属于集体所有 是不可以带回去的 有一次 芬娜甚至站在雪中 苦苦哀求了老大爷半个小时 最后老大爷终于松口 送给了她几张报纸 高兴得芬娜顶着纷纷扬扬的大雪 冒着凛冽的寒风 面容树靴憔悴的她 快步地奔走在工厂通往宿舍的雪路上 为的就是赶紧回到丈夫身边 生活即便如此 芬娜却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 在她看来 只要自己丈夫永远爱她 在她身边 再艰苦的生活也是幸福的 平淡的生活过了没有多久 一件震惊珠爱的事件 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同样也改变了芬娜的 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带兵闯入西安的华清池 带走了蒋介石 实施兵舰逼蒋抗日 最后在周恩来的斡旋下 以和平方式解决 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 共同抗战 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 与此同时 苏联方面也通知蒋经国 你可以回国了 1937年4月初 经过几天的颠簸 蒋经国带着苏联籍妻子芬娜 和年仅一岁的儿子艾伦 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苏联轮船 马特洛索夫号 在轮船上出于对陌生中国的好奇 芬娜开始对蒋经国提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问些什么呢 无非是中国有没有自己爱吃的奶酪和面包 自己不会说中国话 怎么办 还有就是搬到中国去住之后 自己该去哪儿找工作呢 对于所有芬娜关心的这些问题 蒋经国都没有回答 他只是给芬娜讲了很多中国的礼仪 而且他反复地教芬娜念两个词 爸爸 妈妈 蒋经国告诉芬娜 到中国之后 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先要搞定她的父母 芬娜一边听着蒋经国 给她讲述中国的礼仪 一边把头转向大海 这一次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困惑 和忧虑 经过了五天的海上旅程 芬娜和蒋经国终于到了香港 而在他们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一刹那 事情就来了 一个人带来了蒋介石的口气 蒋介石要求蒋经国夫妇先到杭州去拜会夫人 然后再去见她 这个夫人自然是蒋经国的继母 宋美龄 虽然在来中国的轮船上 蒋经国给芬娜讲了很多中国的礼节和习俗 但普通家庭 儿媳妇见公婆那都是一起见的 而蒋家呢 这点让芬娜是着实不能理解 带着疑虑 芬娜和蒋经国带着儿子蒋孝文前往杭州的成庐别墅 拜会宋美龄 这蒋经国毕竟不是宋美龄亲生的儿子 所以这见面就相当于是走个过场 芬娜感觉这个婆婆富贵有气质 但是总给她一种巨人千里 十分客气 甚至是冷漠的感觉 这和自己心里所预想的妈妈这个形象有些差距 她心里不免有些沮丧 实际上经过简单的交谈 宋美龄就看出这个杨儿媳 看着很聪明漂亮 但实际上没什么心机 在蒋家这种大家庭中 现在不会发出什么声音 以后也是同样 从日后宋美龄所做的事情也可以看出 包括她去美国会见罗斯福 征求美国对华军事援助 甚至是在中国举办的抗战筹款 这些事和蒋家的杨儿媳芬娜都没什么关系 所以可见 虽然芬娜表面上得到了宋美龄的认可 但实际上却并没有成为宋美龄所认为的 自己家的人 不管怎么样 这拜见婆婆的第一关算是过了 可是还没容得下芬娜喘口气 芬娜就跟着丈夫往蒋家的老家 吸口感准备去拜见蒋介石 这时的蒋介石确实是在吸口 而他去吸口的目的 却并不是建于自己封隔了十二年的儿子 以及从未见过的儿媳妇的 一来是为了避开那些替张学良说情的人 而来呢 是为他的包兄刚刚中风不治而死的蒋介青举办葬礼 就在蒋介石刚为蒋介青举办完葬礼时 毛庆祥回来复命 将蒋经国拜会完宋美龄一事报告给了蒋介石 并问其是否接见他们 可蒋介石的回答却出人意料 我现在烦得很 娘细皮我根本就不想让他从苏联回来 当然就更不想见他 当年他在莫斯科把我骂得狗血喷头 哪还有我这个父亲 告诉他 我就是不见 蒋介石边说边骂 气得直拍桌子 这就奇怪了 分隔了十二年 儿子这刚刚回国 蒋介石为什么却不想见 他这一气到底是从何而来 我们找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在大公报上所登在的蒋经国的一口公开声明 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声明的具体内容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 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 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 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 作为一个革命者 他死了 他已走向反革命 并且是工农大众的敌人 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 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 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像这样公开批判蒋介石的声明 蒋经国在苏联公开发表过好几次 儿子公然批判老子 这对于蒋介石而言 就如同是在世人面前抽了他的嘴巴 你说这蒋介石他能不生气吗 但是毕竟蒋经国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一直不见也不是个事儿 看来要想解决这事儿 蒋介石需要有个台阶 那么这个台阶从何而来呢 这个台阶就是他们 冯玉祥和颜西山 当时这两个人正好陪同在蒋介石的身边 照片当中 蒋介石左手边的是颜西山 右手边的就是冯玉祥了 冯玉祥和颜西山 何许人也就不用过多介绍了 他们一准是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 小声对蒋介石嘀咕着 委员长 金国在苏联骂你 那件小事都已经过去了 更何况 人在屋檐下不可不低头骂 他那时候还很年轻 再说了 儿子不想见 那孙子还不想见吗 随同的众官员 也都跟着随声附和 蒋介石一看 这台阶有了 马上拍一拍自己的额头 哎呀 造孽造孽 既然大家如此说 我也只能为心见他们一面了 谁让我有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呢 还有 我特别讨厌的就是蒋介石 从苏联带回来的那个俄国娘们 告诉他 来的时候要穿上中国的服装 否则穿着俄国人那样的洋装 我可是不会见他的 然后他便吩咐毛庆祥 去接蒋经国来见他 1937年4月27日 蒋介石老家封稿房大宅 大厅里面 铺着高级的英国地毯 一水的夕阳家具 陈舍极为豪华 一排大沙发前 蒋介石首主腾胀 身着长衫 面色冷峻 芬娜按照未曾见面的公共的要求 改换上了毛庆祥 为他量身定制的一套 深色旗袍 习惯了穿着宽松服装的芬娜 觉着这旗袍 走起路来大步都迈不开 可是蒋经国一再要求 没办法 芬娜也只得这样别别扭扭的 挽着丈夫的手 一起来到蒋介石的面前 蒋经国突然松开了芬娜的手 哭通一声跪倒在地 向着端坐在上的蒋介石 当当当当就磕起了头 嘴里还喊着 爸爸 不消子经国 回来了 芬娜本来就紧张 丈夫突然又松开了 她那紧紧攥着的手 说了一通 她也听不懂的话 芬娜顿时只能是傻站在那里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而蒋介石呢 根本就没拿正眼看芬娜 而是来到了蒋经国的身边 把她搀扶起来 口中说道 你 真是长高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 蒋介石的目光又冷漠起来 投向了 呆立于门厅前的芬娜 蒋介石的目光 让芬娜感觉了恐惧 见公婆本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咱们现在搞得像自己 做错了事一样 芬娜 只能呆呆地看着蒋经国 眼睛里充满了求助的神情 蒋经国赶紧跟芬娜说 死 你怎么还愣在那 还不快过来 见爸爸 芬娜 这才缓国神来 赶紧上前 用她刚刚学会的中国话 叫了一声 不起 蒋介石看着眼前 这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儿媳 心里很不高兴 第一次来拜见公公的儿媳 居然胆敢不贵 梁西匹 岂有此理 蒋经国看得妻子有些窘迫 赶忙对蒋介石解释说 爸爸 我在苏联这些年条件十分的艰苦 芬娜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 对我不离不弃 她 对我有恩 这次芬娜 初来中国 有些礼节她不懂 语言也不通 如果您觉着 她有哪些失礼不周之处 还希望爸爸能够看在 我们这么多年患难与共的份上 原谅她 听到这儿 蒋介石的表情 变得缓和了 她转身对蒋经国说 经国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蒋家 可不是过去的蒋家了 你的媳妇 不仅要穿我们蒋家的衣服 要讲我们家族的语言 而且 她的那个苏联名字 也不要再用了 听了蒋介石的话 蒋经国马上就明白了 她是什么意思 赶忙对蒋介石说 爸爸 既然如此 不如你就赐芬娜一个名字 她一定会十分高兴 蒋介石脱腮想了一会儿 说 你的媳妇 不如就叫方娘 取方正贤良的娘子之意 如何 芬娜 芬娜反复地练习着自己的名字 方娘 方娘 可是芬娜怎么也发不好娘这个音 总是把它念成方良 方良 最后 哭笑不得的蒋经国也没有办法了 说 我看 你也别费这个劲 干脆 我们 还得去拜见个人 谁呢 蒋经国的母亲 蒋方良纳闷了 这不刚见完吗 怎么还见呢 原来 宋美龄只能说是蒋经国的后妈 蒋经国还有一个母亲 那就是她的生母 毛福梅 其实在苏联时 蒋经国就经常对她提起自己的母亲的事情 毛福梅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 于1910年生下蒋经国 后来蒋介石为了攀上当时中国四大家族宋家的高枕 决定和毛福梅离婚 毛福梅竟然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选择了和平的离婚方式 蒋方良心中觉得这个婆婆是个聪慧贤静心地善良的老人 果不其然 当毛福梅看见这个金发碧眼 容貌俊秀的养儿媳妇时 满心欢喜 紧紧地将蒋方良揽在怀里 按照当地的风俗 凡是在远方成亲的儿子 活到家里的时候 还要在自己的父母面前 再补上一次婚礼 这事蒋介石与宋美玲都没有提过 只是毛福梅一定坚持着 要为儿子和方良补办一场婚礼 这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过的 蒋经国和蒋方良的婚礼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张照片 蒋方良此时这种呆滞的表情也就不难理解 是为什么了吧 婚礼过后 蒋介石又下令在山西之边 文昌阁下建一幢小洋房别墅 供蒋房良和蒋经国居住 蒋介石让儿子蒋经国回到西口 有着很多的目的 西口的环境在当时是非常安静的 可以让儿子在此修身养性 为日后的掌权做好充分准备 与此同时 新婚不久的蒋方良也没闲着 他在为做一名合格的中国媳妇 做着各个方面的努力 蒋方良对咸甜为主的浙江菜 颇为不适 他还是想念吃惯了的奶酪和面包 不过蒋方良还是努力的 去适应着中国的生活 为了过语言这道观 蒋经国特意请了一位中文老师 来教蒋方良 看似这日子终于能够稳定下来了 但是一个更大的麻烦 甚至可以说是打击又来了 什么呢 问题就出在教蒋方良汉语的 这个老师身上 这张照片中 站在后排中间的是蒋方良 而在他左手边站着 就是蒋方良的汉语老师张亚入 此时的蒋经国 正担任赶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而张亚若呢 则是蒋经国的秘书 张亚若端庄清秀 聪颖大方 而且还挺有文采 深得蒋经国的喜爱 一段时间之后 赶南便开始流传起 蒋经国的风流运势 蒋经国觉得最危险的地方 反而是最安全的 竟然堂而皇之地 让情妇张亚若去家里 教蒋方良中文 俗话说 这纸是包不住火的 蒋方良很快也听说了 丈夫可能有情妇的事情 但是在蒋方良眼里 他和蒋经国患难与共十几年 他们的感情十分的和谐 就像这张照片 所反映出来的一样 是坚不可破的 直到有一天 他的这个信念 开始动摇了 1939年 蒋经国和蒋方良 一同到重庆 经过衡扬的时候 蒋方良顺便去 探望一位苏联的好友 好朋友一国相逢 愤败的亲热 那位好友坚决要留蒋方良 住两天 蒋方良不好推辞 就答应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蒋经国借到消息 张亚若在桂林 为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关于这一点 我们在当时与蒋经国 一起在干难工作的同事 徐浩然所著的 《蒋经国和张亚若 在干难的日子》一书当中 找到了佐证 我们从书中 为您抄录了这样一段话 一起来看看 蒋专员叮嘱司机 我到桂林有事 后天回来 不要告诉夫人 这两千块钱 你送去给夫人使用 毛送蒋专员上了大车后 急开车到蒋方良好友住处 把两千块钱交给他 专员要我送来两千块钱 给您使用 专员到哪去了 方良问 专员没有告诉我 方良夫人听了 心里很纳闷 严厉追问 毛宁绍 她到哪里去了 你也帮着瞒我 毛宁绍见夫人发火 只得识说 到桂林去了 她到桂林去做什么 她没有讲 女人的直觉 让蒋方良感到 这里面肯定有事 于是她立即就带上随从 要司机开车送她到火车站 她要坐火车去桂林寻夫 出到桂林 人生地不熟 没办法 只好打电话给桂林办公厅主任 李继生 帮她寻找丈夫 在桂林警察的待定下 蒋方良大海捞针似的 在桂林市每一个街角巷落 寻找丈夫的身影 但是经过两天的寻找 这蒋经国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一点音讯也没有 最后 无奈的蒋方良 只好决定放弃 坐火车回去 谁知蒋方良刚刚到火车站 就看见蒋经国站在月台上 笑嘻嘻地在迎接她 蒋方良这下是又惊喜 又有点纳闷 嘿 我这满城找你找不到 怎么现在突然出现了呢 蒋方良满肚子的委屈 想问个究竟 去桂林 有什么要紧的事 你也不告诉我 蒋经国 笑而不语 只是哄着妻子一起坐火车 离去 实际上蒋经国的风流运势 早就流传出来了 身边的人都知道 他和张亚若有一腿 只有蒋方良还蒙在鼓里 而带着蒋方良 巡夫的这些人 也只不过是带他走走锅场 压根就没想让他找到蒋经国 张亚若在桂林为蒋经国产下双胞胎的事 越传越广之时 蒋方良才意识到自己的婚姻真的出现了危机 他回想起毛福梅被蒋介石冷落 取而代之的是精明能干的宋美玲 这毛福梅的经历 会不会就是未来的自己呢 自此 蒋方良变得更为沉默 因为他不知道 如何面对出轨的丈夫 蒋经国喜得贵子这事 很快就传在了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的耳朵里 自己有孙子了 这事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 可是蒋介石却十分的恼怒 儿子在干难一边进昌 一边却在私下里搞出绯闻 必将是声望受损 不能够扶住 也就难成大事 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再这么下去 很难收场啊 于是蒋介石决定 让宋美玲出面 赶往干难 处理此事 蒋方良得知宋美玲要来 特意的精心打扮了一番 并且他亲自去接宋美玲 几年不见 宋美玲见到蒋方良时 很吃惊 这个杨儿媳如今 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 带着宁波口音的中文了 而且举手投足之间 与初次见面时 更是判若两人 而当宋美玲 问到蒋经国 与张亚若的事情时 蒋方良却突然沉默不语了 眼看这一聊的关键的事 蒋方良却不说话 宋美玲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起身回去 可就在宋美玲临走的最后 蒋方良低声说了这么一句 我是经国的妻子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都不能相信 更不能在背后说她坏话 宋美玲作为一个女人 是很懂得蒋方良此时的心情 而蒋方良却能够识大体 为大局着想 将自己的委屈痛苦 埋藏在心底 使宋美玲颇为感动 宋美玲回到重庆 将蒋方良的遭遇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蒋介石 蒋介石责令蒋经国断绝与张亚若的关系 蒋经国这下纠结了 父亲的命令不敢违背 但是张亚若确实也为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这可如何是好啊 就在蒋经国还纠结的时候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了 张亚若病亡了 关于张亚若的死 现在有很多种说法 但无论如何 这张亚若死了 蒋经国的念想也就断了 只好重新回到了家庭之中 用隐忍与沉默换回丈夫的蒋方良 从此变得更加沉默了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 在临行前 蒋介石一家到西口的老家祭祖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前 曾带着蒋经国和蒋方良一同在老家西口祭拜 中国的礼节蒋方良仍旧很难适应 然而刚刚适应这里生活的他 又将面临新的生活 蒋方良到了台湾之后 沉默的他 几乎没有再出现于公众的面前 曾经开朗的俄国少女芬娜 从此消失在人们面前 随着蒋经国和三个儿子的相继离世 晚年的蒋方良可以说是在孤独中度过 唯一能陪伴他的只有孙女蒋有梅 1991年 蒋方良来到金门参观 并和老伴蒋经国合影 只不过这个曾经给予他关爱 也曾背叛过他的蒋经国 现在却变成一尊冷冰冰的雕像 她是蒋经国弥留之际口中念叨的女子 她的名字在蒋经国心中被埋藏了整整四十六年 但是蒋经国有没有想过 那张亚若他的心里愿意 张亚若到底具有怎样的魅力 能让身为有父之父的蒋经国 为了他甘愿遭到蒋介石的责动 然而爱他有的时候也会像一个子弹 会击穿人的心脏让人毙命 张亚若在桂林省立医院离奇暴毙 在他死亡的背后又有一个怎样的阴谋 拉个肚子 呕吐一下就会死吗 到底是谁要置一个弱女子于死地 张亚若暴毙之后 他为蒋经国诞下的双生子 又将会有怎样的命运 北京卫视档案为您揭秘 蒋家门外的女人 张亚若暴毙之谜